大家好 我是林振菊律师 社会在走法律要狗 欢迎收看世代哈喽 天天为您解答法律问题哦 因为疫情关系 今年公司业绩一直下滑 我老板表示要所有员工 供体时间今年不发三节奖金 请问我老板不发三节奖金合法吗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三节奖金 就是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中秋节快到了 大家一定会想说 到底我今年有没有中秋节奖金 而中秋节奖金如果没有发 到底我的老板是不是违法呢 好 这个中秋节三节奖金 发与不发是否违法 会牵涉到这个劳动基准法里面 所规定的这个工资的定义 那工资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老板呢 按时数 按天数 按照月份 一个经常性 定期性的 给予的这个奖金啊 金帖等等的 这些啊 才是属于这个劳动基准法里面 所讲到的工资 也就是说不发放工资才有违法的可能 那在三节奖金呢 是不属于这个劳动基准法里面 给予的工资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如果啊 这个雇主啊 老板 他没有定时的发放三节奖金的话 是不会触犯这个劳动基准法 因而违法的哦 但是我朋友说他们公司一定会发三节奖金 不然老板算是违法耶 是不是每个公司有不同的状况 怎么会这样呢 好 是的 其实这个答案哦 确实在每个公司会存在哦 不同的状况 怎么说呢 就是当老板雇主呢 他有跟员工另外签订 所谓的这个劳动契约的时候 而在劳动契约里面呢 有特别哦 约定 这个三节奖金啊 是属于固定年薪的一部分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确实老板雇主就一定要发放三节奖金 否则就会违法 那违法的话哦 这个主管机关呢 是可以定期哦 就是要催促他 你必须要发放三节奖金 如果雇主还是不听呢 最高啊 可以处这个 10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还哦 而且啊 会公布这个公司的名字 雇主的名字 以及罚还的这个金额 那如果都这样子处罚了 雇主还是不听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离职 而且啊 离职的状况是 雇主一定要给你资钱费 那如果你不想离职的状况呢 你就可以去申请劳动调解 来这个保障自己的这个权益哦 那我老板有时候 会用把握公司礼券 来发三节奖金 不是用现金 这样做是可以的吗 好 那一般来讲 如果啊 雇主他在发三节奖金 不是用现金 而是用这些 餐券啊 礼券啊 来代替 是可以的 因为啊 发放三节奖金 并没有规定 一定要用现金来发放 也就是说呢 雇主跟老板呢 可以用这个餐券 百货公司的礼券 甚至是住宿券这些 来代替这个现金的发放 不过啊 刚刚林律师所提到的 如果啊 这个老板雇主 是跟员工有劳动契约 而将三节奖金呢 规定在是属于 固定年轻的一部分的话 那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啊 雇主你就一定要用现金来发放 而不能改由这些餐券啊 礼券来代替哦 好 所以以上呢 就让各位了解 关于三节奖金啊 到底要不要发放呢 是不是属于违法 就会跟啊 这个劳动契约里面 是不是有特别约定 这个三节奖金 是否属于我 固定年薪的一部分 那如果三节奖金 我没有特别跟雇主 约定是属于固定年薪的话 那么雇主没有发放三节奖金呢 雇主是不会涉及违法的哦 那中秋节快到了 祝福大家都可以拿到中秋节奖金 不过如果没有拿到 没有关系 我们明年再接再厉 我们就要帮公司啊 赚大钱努力的工作 这样子啊 就有机会让老板来犒赏我们 毕竟啊 员工是老板最大的资产哦 你有法律问题需要解答吗 帮我点击下方的链接 欢迎留言给我们 这样子你就有机会 在周末的节目里 由律师亲自为你解答哦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请点下方的爱心 帮我分享给亲朋好友哦 是的 哈喽 每天下午5点 like day生活分类准时上线哦